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TAKE A LOW 我是凱文 我是凱文 好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開箱的產品 就是華雲 ASUSTER AS302T 是 它是一個NAS的系統 何謂NAS呢 觀眾朋友一定非常的困惑 NAS就是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是 它是一個專門的資料儲存的技術 所以NAS系統可以連接到無線網路上面 可以提供各種不同使用者集中式的資料管理服務 例如像是存檔案 或者是讀取檔案 是的 那這個ASUSTER AS302T 曾經得過了無數的獎項 例如像是在2013年得了這個Best Choice的大獎喔 哇 好啦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它的包裝啦 是不是真的 可能這是簡潔有力 是的 我們首先看到上面的貼紙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它的硬體相關的基本規格 它使用的是Intel的Alton處理器 還有EG的DDR3系統記憶體 好啦 現在我們就來打開包裝吧 好的 期待期待 好的 其實一般的NAS都是給商業使用的 那麼因為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 所以文件儲存或是備份的檔案資料文件都不容易消失 那麼ASUSTER AS302T除了是可以給中小企業使用之外 再來家庭還可以使用呢 因為它可以連結我們的電腦 然後可以讓你盡情的觀賞影片 拿出來啦 好啦 首先主角在這邊啦 我們今天這台AS302T 它提供它有一個ADM2.0的一個操作介面喔 是專屬的介面 它是非常的容易的來上手 輕鬆的就可以操控啦 以及它的這個系統它可以下載你FREE的 進百種的FREE APP喔 進百種的FREE APP 然後就可以再擴充多媒體的一些相關功能 所以不管你再可以輕鬆的看你想要看的電視 或者是輕鬆的聽你的音樂或是影片 好 現在我們還有配件包 配件包裡面有產品光碟 還有網路線一條 好 以及當然不會少了就是電源線 還有交流電轉換器囉 還有兩包小螺絲的小工具 以及最後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就是你好 你好 說明書 還蠻有創意的 好 像我們看到的就是AS302T的正面 它下面有個USB3.0插孔 以及它支援了兩個硬碟的插槽 它在換取方面也是非常簡單的 下面有個按鈕 好 我們按一下 好的 這個把手就可以抽取我們的硬碟了 哇 方便 今天我們的硬碟是Seagate贊助的NAS專用的硬碟 是個4TB的容量喔 哇 非常大的容量 好 另外一顆也是個4TB的容量 好啦 那這個AS302T它支援了一個功能就是無痛轉移系統的功能喔 所以當你想換另外一台AS302TB的NAS系統的時候 你只要把這個硬碟拔起來 然後放到這個新的大台的NAS系統裡面 就系統直接就灌好了 絕對非常的輕鬆 沒用再灌第二次了 它自己就會偵測然後做個安裝 非常的方便 方便有輕鬆啦 好 轉換去也非常方便 換好 喔喔 妳擋好 啊哈 再一次 Sorry 太快 Piculite 好啦 現在我們來看到它的背面喔 屁股 好 屁股哪些裝置呢 屁股啦 好 我們看到上方有個耳機插孔 還有USB3.0 以及這個HDMI輸出支援高清的1080P畫面喔 還有兩個USB2.0 還有一台網路口 還有最後就是電源的插孔啦 所以這台AS302T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ADM2.0的專屬的操作介面喔 所以在使用者的使用上面非常的輕鬆啦 就可以來做個操作了 以及它裡面可以下載近百種的FreeApp喔 所以可以擴充更多的多媒體的一些相關功能啦 所以不管你想要看你想看的影片 或是想聽的音樂都是非常方便喔 沒錯 而且AS302T也是提供了這個Cloud Connect的這個服務 所以你可以讓你輕鬆打造個人的專屬於端 是的 以及現在我們是行動裝置非常的夯忙 所以行動裝置支援了就是 如果你的行動裝置去安裝了專屬的App之後 也可以搭配我們這一台NAS系統喔 現在像是公司老闆或是主管 飛到很遠的地方去做個出差 有網路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個聯繫 你就可以去存取你的公司辦公室裡面的 這個NAS系統裡面的檔案囉 是的 除此之外呢 家庭如果要是出遊的話呢 想要跟朋友來分享的這個相片或是影片的話呢 也是可以連接到這個家裡的NAS 然後就可以使用了 哇 真的很方便 非常方便 是的 然後它的安全性方面也是非常有特殊的一些技術啊 沒錯 它有其中一個功能呢 就是Doctor Assister 就是可以基本的掃描檢視這個NAS做的系統 所以在安全上面也不怕就是 如果檔案上面的話有什麼問題的 不容易消失那個檔案 然後安全性非常非常的高 OK 那就今天以上介紹了啦 是的 如果大家對這一台ASUSTO AS302T 想要更進一步的認識的話呢 影片下方有連結到ASUSTO的官網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是的 我們影片的下方會有Facebook以及Google Plus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Channel 以及我們Tagel的連結都在影片的下方喔 是的 還有下一次最重要的 我們就要來操作一下NAS系統 它的魅力在哪裡 耶 大家敬請期待一下吧 是的 那我是凱雯 我是曉曉 下次見囉 掰掰